第21轮的中超联赛就要开打了 那么这一轮联赛热点和焦点非常的多 那么前瞻的情况我们分上下两部分 来和大家聊一聊每场比赛 先聊第一第二比赛日的进行的比赛 首先就是青岛西安对藏鲁雄狮 这场比赛大家想看看邵嘉一和他的新教练团队 能不能够真的是换帅如换刀 马上让青岛西安能够起死回生 那么球队各方面应该说人员调配上已经到位了 就这样 那么需要做的就是对于联赛能不能够抛准脉 对于苍州雄狮有多了解 这是邵嘉一团队最大的考验 本身邵嘉一自己之前一直在国字号效力 那么他对俱乐部运营的情况 对于这个职业联赛游记中超现在的这种情况 了解的是不是很细 如果不够细致的话 如果拿这段时间的这个针对性的研究 可能我觉得未必啊会迅速的产生很大的改变 倒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第一执行教练啊 就毛利尔特别重要 他的到来更多的就是球队的具体的 每场比赛的这种战术制定 包括人员的编排 怎么去排首发 那么怎么去运营比赛 他是第一责任人 所以这个有点感觉啊就是邵嘉一啊 更像是一个战略这个安排的人 而战术执行的都是毛利尔来干 那么这场比赛呢 勤劳契案 他的这个前场人员组合 怎么去把阿兰这个回撤啊 接球这点 给他打得再活一些 那么用他啊来串列 比如贵尔 包括这个这个内日松鲁斯 内日松鲁斯啊 有这个后场拿球的能力 更多的他可以作为组织 同时呢 他还有很好的这种 货牌插上的能力 现在需要的是啊 这个青老西汉拉边的这个外援 能够很好的这种迅速拉边啊 有人经营套边 然后呢 这样说打得更活一些 再一个就是中场运转向前的时候 要果断迅速 甚至都可以用入长船直接拉边进攻 但这些东西设计呢 就看毛利尔了 那么相对来说呢 仓庄熊市这边呢 调整的更早一些 李肖鹏啊 已经带队有两场比赛了 那么他现在呢 需要改变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 其实是在等待 而不是在改变 就是现在的球队的情况 跟这个赵尼哲带队的时候 没有多大的区别 而唯一的区别 就这场比赛啊 这个朱克夫 也能上场了 球队的外援 那从这个奥比勒耶 到前场的进攻的 这个索罗门 和这个奥斯卡 包括赫贝尔 然后朱克夫 框架啊 都是稳定的 那么球队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课场的时候 依旧能够把冷静的去面对比赛 把自己的战术特点打出来 就是要坚决打好防止反击 尤其在中场的这种围抢 逼抢和这种战术转换当中 快速的反击 而且前场的现在来看啊 这个反击点啊 不多的情况下 就是要连续的一招传球 明肯失误 也不能够拖泥带水 现在来看就是 超雄师这方面 做的还是不够 你看看强队 大反击 就是连续一招传球 又快 这个又准 所以说他才能够非常快的 就是能够打破对方的这种防线 你这个稍微一磨叽啊 整个的这个机会全就没有了 这场比赛呢 我倒看好啊 两个球队啊 这个肉搏一场 还有可能是平局这个结束 浙江对青岛海牛的这场比赛 那关注的点就在哪 浙江这个几连败了 四连败了吧 球队现在也是到了一个坎上啊 就是内忧外患啊 感觉好像都扑面而来 球队呢 整个这个骨改的问题 已经拖延球队很长时间了 那么这种拖力呢 很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干扰队员的这种情绪 可能我觉得很多队员已经习惯了 但我觉得想说的一点啊 就是面对这样的困难 球员更多的应该考虑 你是为自己踢球 你只有展现出更好的这种状态 让全队展现更好的这种精神面貌 这个球队的骨改 才能有更好的这种推进 同时啊 这个就退一步讲 让你到任何队踢球的时候 大家还要看你原来的表现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水平 而现在呢 这个浙江方面 我我个人啊 感觉现在球队啊 从球迷 从球队各方面都没有放弃 所以这个球队呢 运营下去是一定的 就是怎么去活啊 怎么去活好 所以现在的球队需要做的就是场上啊 还要全力以赴 但是要理智 不要用力过猛 就像张家琪上场比赛一样 赛前教练已经要求大家 虽然我们布置的战术当中 人盯人 战术部署这个很清晰 但是强调一点要理智 理智 就心态要好 反而呢 张家琪上去之后呢 就用力过猛 这个吃到了红盘 那么这场比赛呢 上场的比赛的红盘 也就让对球队影响很大 导致了球队最后的这种败北 那么这场比赛 那么主赏对青岛海牛 浙江论实力 各方面来说 首先 弗兰克和这个 这个理智相能打比赛了 球队的中场运转就好了很多 再加上有成绩 有这前击给 你包括中场这块 还有其他的可替补的队员 其他中场又回到了 很好的一个运转状态 球队的问题还是后防线 那么上场比赛 尝试用王东升 尝试着用这个刘浩帆 你包括边位的这种调整 和之前用这个 董宇啊 用月薪 似乎呢 好像有些改变 但是我觉得最关键问题 后场没有改变的就是 还是这个梁诺恒也好 刘浩帆也好 他的出售能力 其实都不强 人定人的正面防守的能力呢 也不够突出 最关键一点 其实为什么需要 李提香 需要弗兰克沉得那么深 在接球 就是后场的队员 包括卢卡斯在内 他都没有极强的 这种低脚出售能力 这个出售能力啊 是一定的组织能力的 能够迅速的分球 甚至说能够突然间插上 然后呢插进中场情况 把球迅速的转移 那么你不需要中场 迅速的回撤 那么球场在前场进攻当中 他就可以马上去布局 等你把球送上来 是吧 这样来看呢 我觉得浙江还是差一些 但是相对来说 打这个后面的球队 他这方面的这个短板呢 就没有那么明显 中场运转当中 凭个人能力呢 他也会把对方的密尖撕开 再一个是推到前场 稍微慢一点 但是呢 他前场的突然间 节奏改变的那种交叉 我觉得还是能力上面啊 这个梁安纳多 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奥乌苏 利用各种能力挤住对方 然后打这个突然间的战术改变 打弱队啊 能有一阵子 尤其是打整条防线 都是这个有国产这个班底组成的 你看海牛这场比赛就是 海牛这段时间呢 球队呢 敲目声的已经是脱离了降级区 他最关键就是啊 前场的这个外援进攻线上 开胡了 而且呢 这个能够形成多点开花 中间那个伯阿基 他能够和对方很好的 这种对抗当中 争承二点 而且能够牵涉对方 关键是两个边路啊 你不管是这个康瓜这个点 还是说后面的萨里奇这个点 那他都能够很好的 就和对方去对抗 防守当中 那因为他已经牛拉的到来 那我觉得让球队的正面防守 就拦截当中 明显增强了 那么现在青刀海牛啊 就是需要解决的就是 像张薇啊 他们这些替补上去队员 要打得更坚决一些 对于进攻当中 敢于向前 现在球队一直啊 就九轮比赛了 都靠外援在进球 前场球前基本就是几个外援在打 还是需要有更多人向前 那么这个跑动能力更强 迅速补上来 那有更好的这种进攻点 海牛啊 我觉得他的保际目标就是打好主场 尤其打好和自己同样的这种保际的球队 那么这场比赛打浙江 在战略意图上 我觉得他不会那么坚决的这种进攻 而且在中场周转当中啊 可能会和对方纠缠的多一些 但是我觉得还是这场比赛 虽然说能够遇到一些阻力 那赢球问题不大 这一轮比赛啊 第一个焦点战就是山东泰山对 那个上海海港 泰山的现在 应该说这场比赛呢 人员变化也不会太大 首先从外援方面来说 这个 泽卡还是无法马上出战 那么球队依靠的还是这个 卡扎耶士比利 克里桑 包括这个马塞尔和这个德尔加多 那么德尔加多现在呢 把他放到中路 其实他做支点呢 坐不住啊 他拉边啊 我觉得反而好一些 那么克里桑呢 又不愿意居中 那么他呢 其实作为前场进攻自由人 你就让他 拉左拉右 然后回撤都行 他呢 就是围绕着这个 卡扎耶士比利打 他就能够把二过一做起来 再个呢 李源一向前的事 依照输出能力还是有的 可以给他做强侧应 然后呢 发挥啊 克里桑的这种大腿作用 那么这个球队呢 在中场组织当中 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转换呢 显得不够利索 向前进攻当中 两个边 让这个一旦插上去 后面就空虚 防守当中 这个马塞尔啊 现在看 别说他就是值五万身价 确实你也不能对他 指望过高 你基本上把他当做一个 健康的状态不错的 一个国产中卫来用 就行了 有身高 但是他的 你看这个 你的爆发力啊 包括这个上墙的意识啊 还是显得差一些 所以就勉强而用吧 只能是这样 这个主教练不在 那么助理教练呢 可能来带队的时候 未必会有大胆的一些 启用心人呢 或者是 整体调换阵容的 这样的一些想法 可能更多的是一种 就稳步推进 那么海港啊 这场比赛 我觉得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对海港来说 这场比赛就是要拿下 保持住他这种优势 14连胜 不解渴 还要继续 而且这场比赛 能进多的球 肯定要进多的球 再一个就是 不能够有更多的人员闪失 因为打完这场比赛 就是上海德比战 更为关键 其实拿上比赛 三分都重要 那么海港这个球队呢 进攻线上 大家知道多点开花 其实呢 我这与穆斯卡特这种 战术安排有很大关系 首先这个球队 在进攻当中 其实它是一个 242的 244这样的一个阵型 是吧 那么就留了两个中位 两个标位 四肢往上顶 中间的队员再往上顶 就前场进攻当中 形成了四个队员 在前场进攻 拉开了阵容 然后又有后面的 四个队员那种保护 所以不断的人员穿插 这才在穿插当中 调度对方的防线的同时 你看 给了这个主要进攻点 侧应的队员 更多的机会 这时候 巴尔加斯的突破也好 突然间那种转移球也好 这个奥斯卡 这个不断的轮换接应的时候 都会发现更多的空档 而且球队呢 在运营当中的时候 这个古斯塔沃背身拿球 这个迅速做球 这个能打得很开 所以球队进攻当中的时候 他是不断的上压 给对方造成很大压力 对方反击的时候 你球一出来 他在这个压上的后卫 在中场位置上 跟如萨 跟其他弟弟 马上形成这种拦截 而且即使你打这个超级长船 打到了一对一 这种情况下 这个蒋光泰和魏震 正面防守能力 其实基本上 还是能够顶得住的 首先就魏震呢 我觉得今年提高很大 他比李扬啊 比这个张立鹏啊 好在呢 就是高空对抗当中的时候 他不吃亏 第二个呢 就是他有出球的能力 比他们更强 我觉得可能与哈维尔 之前用魏震 打了一段时间后腰 有很大关系 他这个出球啊 不但果断 干脆 而且呢 这个还是挺冷静的 这个非常关键 你不能够 就是出现了这种 莫名其妙的 这一些这个出球 那么球队 就失其亏 受很大的打击 所以与他这个人员配备 有极大的关系 那么这场比赛呢 海港啊 我觉得即使是客场作战 依然呢 他还会是反客为主 按照自己的节奏 再打比赛 去拿下比赛 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呢 会逼迫着山东泰山的 中场拦截的球员 增加的更多 你这一增加了 中场拦截球员 其实前程进攻 就只能升为了 这个几个队员 就升了克里桑 卡查伊什比利 这几个阵进攻 这样情况下 防守当中 其实他就变得更为简单了 看好海港啊 制造失误连胜 那么还有一场比赛呢 就是梅州客家 出场对天天机门虎 梅州客家啊 就连续两个客场 在青岛作战 这个最终只拿到了 一个积分 对于这个西海岸 三比三平 第二场比赛 就二比四输给了海牛 球队也暴露出 很多的问题 而且连续三场比赛啊 都丢了点球 其实你说这些点球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判的都没有多少问题 最关键就是 球队在防守当中 在这个僵持的时候 这个对抗一激烈了 体能下场之后 就容易出现一些防守失位 然后上墙 虽然说很积极 这种上墙啊 他就容易失位的情况下 这个过度防守 然后就造成点球了 梅州客家呢 这个今年的保机路上来看 他只有把主场比赛 尤其对同样 这个去保机区的球队 这个蛮强拿下来 才有可能 所以这场比赛呢 对天天机门虎来说 他会全力以赴去打 但未必能说能够偷得着 梅州客家之前的比赛就是 面对同样 这个相对比较弱的球队的时候 他的反击策略 包括这个前场 这个转换当中的时候 他这球员还是不错的 现在来看呢 就是这个康拉德 在去年当中 下半城爆发 今年下半城啊 看来要指望这个 约翰马里了 他的个人能力还不错 但是梅州客家 前场进攻当中的时候 这个显得 很多队员不够坚决 那么天天机门虎啊 上一场比赛 后边曾打的 确实有点这个心心露跳的啊 尤其让这个 这个人家这个 谢翰进了一球之后啊 球队在被迫 换掉了两名 这个后场外援的情况下 显得非常非常的被动 尤其是这个 迪奥哥希尔瓦啊 和这个史克里奇 下场之后啊 这个中后场啊 出球串联 包括正面防守啊 明显出现了问题 所以这场比赛呢 只要是我觉得 史克里奇和这个 迪哥希尔瓦还能上场 那么球队的后方线 这个稳固程度 包括中场这种拦截方面 还会更好一些 其实这个球队的进攻当中啊 是有能力的 尤其是这个 孔帕尼奥这个点 其实站得很稳 关键给他传球的时候 要打得快 最关键的就是 这个反击战术当中 第一点出球点 这个在中场的 你不管阿戴米拿球 还是说史克里奇拿球 甚至说像郭浩啊 他们最终拿球的时候 你要寻求这个反击点的时候 要打得快 你不要拿球的时候 总调整 你比较来看啊 这个深花和这个海港 就反击当中 转换这一点 就打得干脆 而且呢 就传球啊 这个精准度非常高 这很重要 现在情况 前程进攻当中 阿戴米这个点 能打开 阿戴米有的时候 是愿意啊 一个人带球 加速推进 反而我觉得 不如啊 直接长传 找队友 然后他再迅速的 前进包抄 希望我会更好啊 再个呢 就是明天 就是他打这个右边 我觉得需要 由队友来测应他 然后把这个右边 给他这个换位 拉开的时候 把这个传中球 传得再精准一些 这样啊 恐怕尼奥这个点 才会彻底 把这个意大利炮 发挥的威力来 是吧 相比来说呢 金门湖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主教练 应该一个做好 更好的战术设计 就是前场进攻当中的时候 这种组织 不能够大家都想拿球 这个调整一下 然后整个节奏就显得慢 这个哈达斯 现在有这毛病 拿球之后 他喜欢调整一下 因为他可能打传控 打习惯 但是现在的球队来说 打传控啊 就他现在拉右边的时候 有的时候 就是他这种传控 和其他队员 不是在一个派上 所以说 怎么让球队呢 大家在一个节奏下 而且呢 这个战术执行啊 这个能够到位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无球跑位的队员的接应 和有球的传接 这个尽量能做到 一脚传球 迅速就是扯动 无球队员的这种拉扯 那么造成这种 对方防守当中的混乱 才是关键啊 所以这四场比赛呢 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啊 感觉着啊 这几场比赛当中 真的没场比赛啊 太年都颇多啊 这个联赛呢 也是过了三分之二的 这个切打且珍惜了 很多球队的命运 可能几场比赛 就急转直下 几场比赛 也就服药至上 好